你好 欢迎收看10月1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玉宇镇赤柯山连外道路地震灾害路段 好不容易抢修通行 不料双十国庆 一连三天的豪大雨 新旧摊坊断点就超过七处 连网路也断讯 赤柯山园区形成孤岛 水保局花莲分局汇同苏花改工程处 调派重机具抢修 但因为崩塌点位较多 水保局保守估计要10月底才能抢通完成 好不容易从0918强震袭击 抢修挥布通行的玉宇赤柯山连外道路 不料双十国庆连日来的豪大雨 让不仅是才刚修复好的旧伤痕 还多出了不少新伤 整条道路交通应声中断 通过空拍画面 可见赤柯山连外道路多处编波 土石摊落或者路基摊坊 道路柔长串断 旧连园区里的社区民众 因网络对外通讯也中断 似乎是与世隔绝 这样导致山上的居民几乎是与世隔绝了 那这种情况的话包括了山上的对外联系也不方便 然后运输农产品也不方便 加上因为山上有很多是做观光的 那游客没有办法上山之后 等于是所有的观光活动全部暂停 那等于是也是经济收入也都没有 赤柯山连外道路新旧摊坊 断点位置就超过其处之多 水宝局花联分局也会同苏花改工程处 紧急调派重机具沿路抢修 但因崩塌点位较多 且地震豪雨双重攻击下 编波仍有不稳定土石方影响抢通进度 保守估计10月底前抢通完成 二水宝局花联分局考量 有客机用路人的安全 呼吁短期内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 陆区前往齿柯山 请改走竹林陈业道路上山 记者是玉兰玉里正采访报道